叫做万事心 好 慢慢 现在可以深入跟你们讨论 前面讲的话 鸭子听了 好 这就有关系到什么 世代交替 真正的真理的时候 它是个原型的 随便你什么话都是一样 你说老师 你讲了半天 好像只有两代同堂 我们的九宫图上面的话 丈夫在西北 妻子在这边 长女 二女 三女 长子 二子 三子 如果名位相等 名等于位 儿子做二女 女儿做女 夫妻做夫妻 家和 如果你要事业新的事要未等于名 你住谁的位置要用谁的名字 举例 你的名字叫爸爸 你位置住到长子的位置 叫做天雷卦 天雷无望 你在用你的名字去做老板的时候 那就无望卦了 无望之斋 你的名字叫做爸爸 就是你住到二儿子的位置叫天水送 你再用你的名字来做公商和夫人 就是送 准备打官司做老 你如果住长子的位 结果你公司是用谁的 长子的名字来做 你住他的位置 用他的名字来做老板 运就起来了 所以说如果你是先生 如果你去住他太太的位置 西北要缺一个小时代没办法改 没关系 公司号负责成跨成太太 你从董事长降成总经理 同样的 夫妻结了婚以后 年龄大了 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住西北 你夫妻两个不想干的 事业要传给儿子 世代交替 你一定要 儿子如果还没结婚 你让儿子住东宫 儿子的名位相等 反过来当他位置住队的 才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挂负责 来就位 那你如果要交给儿子的时候 儿子已经结婚了 你父母亲退位出来 去住到三儿子的位置 天山挂 那长子继位 长子跟儿子跟媳妇来继位 继到西北角 因为名字叫夫妻 他当他名字叫夫妻的时候 名位相等住西北角 代表他家和 夫妻会感情很好 反过来 他的名字叫丈夫的位置住队的 才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做事业当老板 了解我意思吧 好 这就是阳在上的活用 很活用 好 那在北半球全部是这样子 南半球的时候 你把东西标准 南北换一下 所以南半球 我们在北半球是春天 它就是秋天 我们北半球是冬天 南半球就是夏天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 北半球的时候 南从北 就是这个西南从 从到西北来 那在南半球的话 祖国方向变成什么 西南角 好 这个长女到这边三个日跑这边 就是南北反 中间这两个不动 这样子反过来而已 好 南半球 其他都 你们先学会北半球了 我讲南半球你就毁了 好 那出来还有老师还有西半球东半球 我就把你干掉 好 这把你干掉 好 这个是卫尔等于名 这讲再深入一点讨论 有没有什么意味 知道怎么样用了 所以有一天你想不开 你说老师 我实在很活大 我不喜欢去做前卫天 我看着前卫天不爽 我太太跟我坐在 我太太是定天台 我是前卫天 我不爽 我坐在南边 我是风火家人 我太太是地火名医 我就想说害死我太太 名医挂 对不对 然后晚上开始磨八豆 煮些皮霜给她吃 太太受到暗伤 可是你要事业不败的话 你住这个位置上就要挂 你恶女儿的名字来做事业的话 挂头了 好 更深入如此 临床经验告诉你的时候 临床经验告 我看来很多告诉我们 一进去那个宅 看到有哪个工在那边 那个工很大 就代表这一家中 发那一群房东 那一群房东脑最清楚 就发那一群房 一进去一看 他们家男工最大 他们家恶女的最强 一进去看他们家 祖国房在西南角 你跟他妈妈谈 你要跟那个女朋友结婚 一进去看那个祖国房在西南角 你那个未来的公婆的 那个祖国房在西南角 你不必离你公公了 找你婆婆 她才是决定的人 懂不懂 了解我意思吗 好 看到房间最大 那就是说公婆的位置没有 一看东宫最大 好了 你先八戒 八戒你大舅子 现在把他哥哥说服了 不然的话他爸妈没意见 他哥拿箱出来跟你干 你敢找我妹妹我就把你坑掉 他哥哥在这位置上 看哪一个公最大发哪一方 因为我要先跟祖国预计这个想法 以后我们讲 英宅讲风水的时候也可以知道 风水就看山山河流 八华坟墓我们怎么弄 阳宅上的时候是这样 以后我们会举例再跟周围来详细谈论这个部分 好慢慢慢慢带周围深入 好我们深入潜出